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月开播 《武林外传》至今都没有遇到一个能够超越它的情景喜剧类电视剧 就算已经演了四部的爱情公寓也远说不上超越 有人说同福客栈虽然远离我们所处的社会 但偏偏朴实的风格 又让我们感觉很贴金生活 用搞笑的片段来美化着我们不想面对的现实 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有趣又触手可及的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李大嘴会成为存在感最低的主角 他的设定本就不合理 我们都知道李大嘴是极其矛盾的结合体 姑父是楼之县 自己成了七霞镇捕头 却又混不下去跑路 师父是玉山房大总管 自己却是一个没有什么做不难吃的渣渣 娘心是断指轩缘 身为赌神世家唯一少爷 却觉得自己配不上江湖骗子杨慧兰 李大嘴可以说是从小到大都含着金钥匙的 然而他最终的形象不是国民老公 也不是玩酷公子 偏偏是一个要什么没有什么 爱情事业统统完蛋的普通人 如果认真去解读这个人物的话 你就会很惊恐地发现 武林外传都可能只是李大嘴的一个幻想 真实的武林外传可能是这样子的 李大嘴的老母亲 是个行动不便的瞎子 姑父是个看不起自己家的大老 师父一个是江湖骗子洪先生 另一个是走狗屎运的普通人 这样李大嘴自然不会成为原上人 那些看起来格格不入的搭配 或许只是李大嘴在自己世界里强行天坑的结果 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小人物的形象 是武林外传中 最接近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 虽然宁财神加入了这么个出戏的角色 用以警醒 但人们下意识地用模糊记忆去阻止自己接近真相 李大嘴唯一改变自己的一次机会 在agrow君鸡腿看来就是降龙十八掌 那可是超越了葵花点血手的存在 可西红先生不是周星驰电影里的乞丐 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骗子 让大嘴在幻想的